HSK四级语法 不管什么什么也 或者不管什么什么都 在这儿不管我们也可以用无论 这两个词的差别很小 如果你一定要说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话 那就是无论比不管更正是一点点 我们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语法里 无论或者不管 后面的这个部分一定是不确定的部分 也后面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一个确定的部分 下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第一不管你喜不喜欢都要把工作做完 第二不管天气多冷我都要去跑步 第三无论他怎么说也没人会相信他 我为你们准备了一些作业 赶紧去做作业吧